就离谱 原来西游记的编剧 才是废话文学鼻祖 请问老者 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 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原本啊 这是比丘国 这如今呢 改名小儿城了 但请老人加一把年纪 闲着无聊 在这逗唐僧玩呢 不过这还算是好的 唐僧的81难还在后面 直到被青牛怪捉住后 对方只用一句话 就把唐僧的CPU干毛烟了 好家伙 这才是真正的对牛弹琴 唐僧也被问迷糊了 怎么西游记里的妖精 一个个的能力不小 可就是看起来不太聪明 大王你到底要怎一到什么时候 死活就是不愿意接受现实 小妖精都快哭了 要不说打工人不容易呢 被此孙悟空也感同身欠 当年六尔弥猴假扮美猴王 当他火急火燎找到如来 请求帮忙辨别真假时 人家是这么分析的 你们两个第一个是真 一个是假 你这是分析了个寂寞啊 愿不得如来不会出错呢 这说话还真是门艺术 如来 如来 来了吗 如来吗 他真来了吗 如来 直到看完焦恩俊和西门大妈拍摄的亲密戏 瞬间感觉世界欠他一个奥斯卡 竟然生我的气 为什么不把我给揍一顿 因为我舍不得揍你 你住手 在天愿作比一鸟 在地愿为连礼之 我们两个人 像是唐明皇与杨贵妃 明明隔着屏幕 我还是能感受到男演员那绝望的气息 他们正这点片仇 我是真心不眼红 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你喜不喜欢 我 我真他妈的喜欢的要命 1998年 台湾富婆杨军军 眼瞅手里的钱根本花不完 于是打算投资拍摄一部 古龙武侠剧西门无恨 秉持着要选就选最好的 他自然就盯上了 当时有着古装第一美男之称的焦恩俊 可是直到开机的那一天 焦恩俊看着眼前的富婆 才近乎自己上当了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 我到这儿来 只是为了想查明珠宝失窃的事 但现在见到了你 我又什么都不想查了 要不说焦恩俊演技好呢 就算对着这么一张脸 情话都能说得如此真诚 但他也只坚持了这一场戏 然后就说什么也不干了 无奈富婆只能选择 用钱砸来男二刘德凯 我们跟俊俊呢 其实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当时我跟焦恩俊 说他又要出来做戏的时候 我们就来了 这哥们也是个狠角色 眼睛一闭就跟富婆二人 玩起了鸳鸯戏水 韩红打死也没想到 节目组仅凭一个波兰老哥 竟能让他当场破防 选秀节目上的八仙过海 简直比整个华语乐坛还热闹 波兰老哥开场就是王炸 却不想有卧龙的地方 三米之内必有凤厨 直到高音哥的出现 韩红才反应过来 这哪里是什么选秀节目 分明就是韩红力衔迹 我的高音在这个世界上 比任何人都高 完了完了 你摊上我的大事 晓不晓得我是谁啊 我会用自己的音乐 去前卫 这个世界所恋可的音乐神话 好家伙 这口气比别人的狡气都大 身为中国高音鼻祖的韩红 在听完后立马坐不住了 直接给我一个 把世界全部灭掉的高音 哎呦 我兄弟 我稍微透透气 然而对韩红来说 杜杰才刚刚开始 如果说前面的神仙选手 只是在肆无忌惮地展现自己 那么下面这个已经是对韩红 妥妥的人生攻击了 准备好哈 我准备好 嗯 还是你准备好 您 我准备好 yes 嘿 你这个大胖子 你吃了那么多 还要吃